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日常的零散的这些开销 这些的话只要有领收书或者是现金的小票 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费用来进入账目的 可以进行一个抵销的 明白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就是只有利润的部分才需要缴达所得税 对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那其实这里我们说的所得税更严格的来讲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应该叫法人税 而且法人税它其实在税法的规则上面 它是有五个大的税种综合下来的一个 可以算作一个法人时效的税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五个税种呢 它包括法人的所得税 法人的县民税 法人的市民税 以及事业税和特别法人事业税 这五大项税 那因为那是每个这个税项的 它的计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税率也是不一样的 计算起来非常复杂 其实我们在日常盖算的时候呢 我推荐大家用法人时效税率这个税率来计算 它是综合五大税项得到的一个实际的税率 我们那个法人所得是800万以下的话呢 法人的时效税率基本上是21%左右 法人所得超过800万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按照31%到35%的这样的一个法人时效的税率 去估算法人税 听菲威老师这样说 就感觉计算起来又简单很多 我不用考虑这个税种 只要作为一家在这个日本做经营管理签证的小的企业来说 如果我是1000万的业额 那扣掉老板每年的工资300万到500万之间 大概还能剩500万到700万之间的利润 之后再扣除一些租赁办公室的费用 和一些必要的交通费之后 剩余利润如果在300万左右 那我实际就是300万乘以20% 大概交纳60万左右的税费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的利润更高呢 可能我用2000万也有 我最终利润在1000万的情况下 那就是按照800万部分的20% 再加上200万超过部分的30% 这样计算方式就可以了 对大概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这种计算方法呢 在800万的这个节点上 它会有跟实际的得出的这个税 会有一个实际的差距 其实为了稳妥起见呢 我们在平时的概算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是按30%左右的实际税率来进行概算就可以了 明白 因为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出创的企业呢 很多都是老板一个人在经营的 那在这个企业支出方面呢 其实很多经费呢 很难清楚的判断 到底是一个企业的支出呢 还是一个老板的个人的支出 我不知道在日本这边企业当中 如果是我个人的一些支出 是否也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司的经费 来进行相关的报销呢 社长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从日本的这个税法上来讲呢 其实个人的这个支出和公司的支出 应该是完全分开的 个人的支出呢 是不能作为企业的这个费用来进行抵消的 但是呢有一些情况 我们也可以灵活的来处理和思考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以餐饮费来举例说明的话 如果是个人的餐饮费的话 那当然不能作为法人的这个费用来进行保销 但是呢如果这个餐饮费是和老板和员工 大家一起去出去聚餐的这样的情况呢 它是可以作为福利厚生的这样的费用来进行抵消的 那比如说我们同样的吃饭的这个 老板一个人吃饭 当然也是不能作为费用来抵消 但是老板请客户请客人吃饭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作为公司的交际费来进行抵消 所以在这样的有一些灵活的处理的一些方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一般我们交际费的话 拿到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小票 消费的小票需要记录上和哪一个客人一起吃饭了 几个人吃饭了 需要记录一下这样的信息 然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正常的抵消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一些送的礼品啊 也是经常在我们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会出现的 那老板给家人买的这个礼品当然不能作为公司的费用 但是呢老板说是给客户买的这样的一些礼物 为了提高自己的营业额也好 扩大公司的这个交际面也好 这样的费用就是这样的礼物的话呢 也是可以其实作为来一个费用来抵消的 但是呢要注意这种金额不能超过我们日常的理解的这个礼品的金额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那看来就是日本这个税收方面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调整空间的 那刚才菲菲老师这也提到了一个法人税 但是我听说日本除了这个法人税之外 还是一个一项就是消费税 而且这几年热度也很高 就是这个消费税啊从8%到10% 而且说要进一步提高到15% 那能不能对这个消费税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首先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呢 成立两年以内 其实按一般的理解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免除消费税的两年的这个期限 那是不用交消费税的 但是呢如果这两年之中 您需要购买大量大额的大金额的这个资产 设备呀房子呀这种大金额的资产 这些资产可以申请退税 所以呢在两年之内 如果你就是购买大额资产的时候 可以作为申请退税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两年之内是不需要考虑交消费税的这个情况的 那如果营业额是不满一千万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对应的两年以后的那个决算年度 那个年度它也是不会产生消费税的 所以对我们不满一千万的企业 以及新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的话呢 如果除非有购买大额设备的情况以外 还是不需要考虑消费税的这个情况的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是一家新的成立公司 不管我的营业额是多少 我都可以在两年之内是不用交纳消费税的 那如果是我第一年的营业额超过了一千万 那我需要在第三年的时候去交纳这个消费税 如果第一年的营业额没有超过一千万 我就在未来的某一年超过一千万之后 再往后推两年去交纳消费税就可以了 那这样算下来好像是我这家企业 只要是一直控制在一千万以内 我就一直不用交纳消费税 这个是不是对企业来讲更有利呢 对更简便的一个方法 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是这样的操作 但是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呢 也不一定就是不缴纳消费税对企业是有利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呢消费税它的这个计算方式是 营业额里边包含的消费税 减去费用开销里边包含的消费税 得到的这个结果如果是正数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缴纳的消费税 如果是负数的话呢 是需要我们申请向国家退款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税 所以如果我们进货的这个部分呢 是大额的大宗的商品 比如说购买这种不动产非常金额非常大的这种物件的话呢 那我们是申请消费税退税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嗯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在买房子之中 花的这个消费税是可以申请退回来的这种情况 对这样的话呢是对是可以申请退税的 同时进货的那个金额也是很大的情况下的 这一部分也是可以抵消掉来进行申请的 明白那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我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呢 有可能我因为是刚创立的公司可能我还不需要交纳消费税 嗯但是未来有一天我这个公司就是有这个消费税资格了 我需要交纳消费税的时候嗯我再去把我当初购买这个房产的金额啊申请退回这个消费税是否可以啊 啊你当时如果不是科税事业主的话是不能反过来退当时的消费税的啊就是必须在当年度来退回对过了这个等于就是没有办法再退回对对对对 嗯你因为当时不是科税事业主是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当时的那个消费税是不行的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是不是要缴纳消费税还是要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具体经营情况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申请自己成为科税的业主才能享受退税的这个优惠明白 嗯好的刚才我们计算了这个法人税和消费税啊但除了这个企业的费用之外呢还有一些个人的因为老板要拿年收嘛 嗯对我们在国内的话也是有这个个人所的税啊包括我们要缴纳养老保险啊 嗯日本这方面假如说我们以500万年收为例的话嗯老板个人的话和公司需要缴纳多少这个保险和税费呢 嗯500万年收的话基本上到手的金额大概385万左右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扣除的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住民税一共是115万 嗯那呃具体来讲的话呢社会保险的话大概500万的15%是自己承担的是75万对吧 那个人所得税的话呢500万的话应该是对应着14万的个人所得税 嗯那住民税的话呢500万的话对应大概24万左右的 住民税啊那另外呢除了刚才个人交的这一个部分呢公司还要帮助 比如说老板个人交一部分这个是帮帮老板个人交的那个15%的社保 那这个就是500万的15%是75万那所以就等于老板个人的这个交的这个钱是115万加上公司帮老板交的75万 是一共从这里面出去的钱啊一共是190万那这个费用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很高的 对相对相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500万对应要交出去190万 就是这个税率的标准去计算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做具体的详细的讲解 啊这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就是个人所得税住民税以及社会保险的这个速算表 啊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年收呢在这个速算表上马上能够查到自己啊要交多少的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 嗯我们有这个速算表所以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们所要这个速算表 嗯好的这里我来总结一下金融管理签证所需要的一些最小的一个费用吧 首先对于一家年收入年营额在1000万日元左右老板个人年收500万左右的企业呢 呃大致需要缴纳如下一些费用 嗯个人的保险公司负担的部分加在一起大概要200万日元左右 那企业的利润如果我们要200万日元来计算的话所得税大概需要40万到50万日元 嗯另外企业需要有一个办公地点那租房子成本按5万来计算 那一年大概也要60万日元 另外呢我们跟国内一样记账需要请税理师事务所来帮我们进行相关的申告 这个费用大概在25万一年 所以一家企业最小的一个金融成本呢大概也需要300万日元做到 对差不多谢谢社长的总结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